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开印谈 第一部异形电影是79年上映的 虽然年代9月 但是就现在看特效依旧非常棒 豆瓣有8.0的评分 所以说明这部异形无论是在剧情上 特效上都是十分的优秀 当时这部电影已经播出还引起了轰动 所以之后也拍摄了一系列的续作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也是一部科幻恐怖题材的经典之作 电影讲述了在未来的科技时代 商业运输飞船承载亲民宇航员 以及他们采集到的外星矿石 从外星球返回地球土中发生的恐怖故事 他们在飞行的途中收到了神秘的信号 结束到信号之后 他们采取了行动 发现这个信号来源是一艘外星的飞船 但进入外星飞船的行为 也是一切恐怖事件的开始 很快的一名船员从外星飞船回来后 发生了不良的反应 很多人都对那个从肚子里冲破而出的异形 记忆犹新 明明大家是在一起用餐的和谐画面 突然就这么发生了 一个怪物刺破了他的肚皮 鲜血淋漓尖叫着跑走了 这个经典的画面 在无数人脑海中都带来了不口替代的恐惧 在我很小的时候 还曾经做过这样的噩梦 可见异形的恐怖程度 和当时的电影影响力有多大 他们只是在飞船上工作而已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后来恐怖异形的形态越来越多 爆脸虫也出场了 特别喜欢演员七个泥 微服扮演的艾伦 显示作风十分的硬朗 有着比男人更强势的性格以及果决 看过电影的我们都知道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只有艾伦一个人解决掉了飞船里的异形 逃了出来 电影的情节十分跌宕 让人的心走时提在嗓子眼 剧情十分紧张 尤其是在最后 本来以为艾伦已经逃出了魔窟 结果异形跟着他到了飞船里 两个人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艾伦最终甩掉了异形 进入了休眠的状态 电影中的场景 大多数在飞船里完成的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突然而来的异形变故 让人更加的绝望 异形从一开始非常小的单体 到最后成群的繁殖 繁衍的速度十分的快 船员们根本无法跟上怪兽的繁衍速度 最终纷纷被异形杀死 整部电影的基调很灰暗压抑 当然少不了薛而模糊的场景 面对异形强大的攻击力 人们似乎无法与之对抗 完全没有逃离的能力 让人感到深深的绝望 好在最终 女主角艾伦终于逃了出来 而他却进入了休眠 给我们留下了悬念 不知道 女主角将会面对如何的结局呢 异形在我的印象里 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 在那之后出现了很多 科幻惊悚的电影 但是多多少少都有着异形的影子 那个有着巨大的头颅 钢铁一般的肌肤 锯齿一样的尾巴 头土酸液的怪物 不知道是多少人心中的噩梦 可以说异形绝对是一部 不容错过的优秀科幻电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